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远了红膜相机 也给后置摄像头的模组加上了颜色 一体感有所增强 最后是把指纹识别挪到了模块的下端 一改Note 8一直以来的被大家吐槽的槽点 看来三星还是倾听了一下用户的声音 那么屏幕方面的话 Note 9继续采用了三星自家的Super AMOLED双曲面的柔性屏幕 尺寸增加到6.4英寸 那么分辨率依然保持在2960x1440 18.5比9的这么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也测试了一下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 发现Note 9对于手动亮度的控制会更加严格 最大的亮度只有323nit左右 但是在强光的激发下居然可以达到610nit 说明这个面板素质还是在同类当中属于顶尖的 保持了三星一贯的优良的技术优势 那么色准方面 三星继续给出了四种可选的屏幕模式 分别针对P3 Adobe RGB SRGB的色运进行调校 具体的结果可以看屏幕上的这张表格 主要是Delta E都在4以上 还是有些偏高的 不过我们测试的还是工程机 还是那句话 仅做参考 相信在真机上市之后 三星会在屏幕调校上 做出更进一步的优化 那么硬件方面 Note 9也是继续了往年的规律 规格和这个S9 Plus 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那么国航版的采用了高通骁龙845的平台 那么提供了6加128和8加512 两种可存储的空间进行选择 还有三星近年一直标配的这个千兆WLAN 那么无线充电 IFC等等 无疑都是顶级的旗舰配置了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Note 9这一次还针对性加强了这个散热方面的性能优化 采用了规模更大的这种碳纤维的液冷系统 来增强这个持续的性能 那么我们也实际测试了一下 相比于已经是845标杆的S9 Plus Note 9也是旗鼓相当的表现 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 那么系统方面的话 Note 9的这个Android的版本呢 是更新到了这个8.1 Samsung Experience也版本更新到了9.5 表面上看起来 UI和操作逻辑都和S9 Plus基本一致 但实际上呢却并不是这么简单 Note 9还有不少针对性的增强 首先呢是这个S Pen 除了继承了前一代的这个0.7毫米的笔尖 和4096级的这个压杆之外 主要是通过内建的蓝牙模块 整合了这个遥控器的功能 具体呢是对这个S Pen上的那颗按钮 可以进行长按 点击 双击来去实现的 从而和系统的应用呢 进行更加深度的这种整合 加强了在日程体验当中的这种可用性和体验 那么同时呢 这一代S Pen呢也有了更加丰富的色彩 国行呢提供了这种叫做寒霜蓝 单青黑 以及这个玄境铜三色的这个Note 9 那么S Pen呢则有这个黄黑铜三种颜色的搭配 笔记也相应的是这个黄色 白色和这个铜色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Samsung这个DEX的进步 在前几代产品上呢必须要通过专属的配件才能够实现 确实是不太方便 成本呢也相应的在消费者这一端呢也有所增高 而这个Note 9呢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Type-C的接口可以直接输出DEX的桌面UI 对于多数的显示器来说 多一个HDMI转接器其实就可以搞定了 从我们的实际体验来看的话 DEX的UI呢可以说是很完备了 提供了很多的快捷方式 既可以通过手机和S Pen来操作 又可以外接鼠标键盘去使用 而且在输出这个DEX的同时呢 手机本身也可以独立使用 非常的方便 只不过在目前来讲 很多第三方应用对于大屏的兼容性 还是有待优化的 希望接下来的话呢 当这个DEX的模式在中国厂家都普及了之后 相信整个生态的环境也会有所改善 那么相机方面 Note9的硬件配置和这个S9 Plus呢 基本相同 采用了1200万像素的长焦 双摄组合 带有这个双光学防抖 其中呢 这个国行版的主摄像头的sensor呢 是索尼的IMX345 单像素呢 缺带了1.4微米 支持Dual Pixel对焦 加入了这个F1.5和F2.4的可变光圈 长焦的这个副摄像头的sensor呢 是三星的S5K3M3 那么单像素是1mm 那么F2.4的光圈 前置摄像头是800万像素F1.1的光圈 sensor是索尼的IMX320 单像素是1.22mm 那么Note9的主要的改进呢 是在于两点的 一个是在软件方面 加入了近期非常热门的智能的场景优化功能 同时呢 也加强了这种动态的萌拍功能 可以自定义背景 也能够使用这个spen呢 进行这个二次创作 这是Note多有的特点 那么再一个就是提升了 对于暗光适应的能力 能够在更暗的条件之下 启用虚化 这个对于双摄的本身的应用场景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扩充和补充 那么我们也拍了一些样张来测试一下 Note9的成像水平 那么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 Note9的整体的暗光呢 其实延续了三星近年的传统 画面亮度呢是比较低的 优先保障高光区域的还原 不要溢出 那么动态范围呢 相比Note8呢也是有一些提升 放大细看的话呢 Note9的解析力和这个Note8呢 大体是一致的 但是锐度相比来说高于Note8 细节是更加清晰了 而且因为光圈收小了之后呢 在胶外细节的清晰度也会更好 那么在暗部细节上 Note9的表现也要比Note8更加出色 更加的纯净 辨识度也会明显增强 那么到了夜间呢 多数情况之下 Note9的出片风格和这个Note8呢 是非常相似的 在极限的弱光情况之下 Note9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 画面亮度和观感都比Note8更加出色 我们放大细看的话呢 Note9对高光的还原 甚至比Note8要稍好一些 那么对于这个暗部的话呢 Note9的噪点也是明显的 更少了 那么细节的还原 也会比以往的产品更加出色 所以总体的来说呢 Note9相机虽然说没有大惊喜啊 但是也保持了这近几年 稳步提升的这么一个节奏 属于增量进化 那么出片的水准 无疑也符合当今旗舰机的定位 续航方面的话 Note9的标配电池 从前面的3400毫安时 增加到了4000毫安时 可以说是厚到了不少 但是从5小时续航的成绩来看的话呢 上一次我们也来得及测 这次看得出来 Note9呢是剩余48% 和Note8呢基本上是差不多 考虑到还是这个工程机 这个成绩我觉得仅供参考 希望在零售版的上市之后呢 能够有所进一步的调优 充电方面的话 Note9标配的这个充电器也没有变化 还是15瓦的这个AFC的快充 不过呢实际的功率可以达到14瓦上下 那么相比之前几款机型呢 有所提升 从0到100的充电测试成绩来看 Note9的总耗时是1小时38分钟 比Note8呢稍微快一点 考虑到电池容量也有所增加的话 这个表现可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那么一路体验下来的话呢 Note9的产品思路 依然是稳扎稳打为主 在保持硬件平台的一年一更新的同时呢 通过对于S Pen DeX续航等方面 针对性的这种补足 以及ID上的这些细节的调整 去强化Note本身的这种商务属性 以及这个产品本身在市场当中的存在感 从这方面来看 Note9的表现 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 符合我们一贯对于三星的期待 那么此外呢 我们也拿到了同期发布的另外两款新品 这次呢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是三星的智能手表 Galaxy Watch 加上了续航 整合了无线充电的功能 防水能力呢 也增强到了50米的级别 还提供了这个随时上网的LTE版本 那么用起来呢 当然是更方便了 接下来就是 可立可躺 双向无线充电的这个底座 拥有了两个位置 那么都支持这个KID的这个协议和无线快充 对于这个双击挡和智能手表的用户来说呢 都是有很高的实用性 OK 这次节目呢 我们就先到这儿 看首发来Ziller 可不要忘了 那么更多的这个科技生活方式相关的内容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Ziller.com 以及我们的官方微博Ziller中国 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如果说不嫌烦的话呢 关注一下我的个人微博屏幕的左下方 OK 那么我们下一次手机上手 再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 转发来Ziller 或者说不吝点赞 转发来Ziller